admire 我们现在分音节 第一个音节在ad念成ad mire念成mire 中音节落在第二个音节 这个字我们念成admire admire 那admire这个字呢 当作几乎动词 中文翻成欣赏敬佩 或者是赞赏 那我们看地区 on our road trip we often took breaks to admire the view on our road trip 这个road trip 通常指的就是开车的旅行 我们英文就念成road trip road是马路 trip是旅行 在马路上的旅行 现在的人应该不会骑着马 对不对 也不会骑脚踏车 通常指的就是开车 好在我们呢 开车旅行的途中呢 we often took breaks 那各位这个took breaks 原本呢 它的用法呢叫做take a break 中文翻成休息一下 我们来休息一下 let's take a break 那这边因为呢 休息很多次 所以呢你就用复述 念成breaks 我们通常会休息 休息的目的是要干什么呢 to admire 来干什么呢 来欣赏 欣赏什么呢 欣赏风景 那风景这边 我们英文就念成the view 好我们看第二个例句 we often fail to see the value of what we have while at the same time we admire what others have 好他说呢 我们通常会做这件事 好主要这件事情 英文念成fail to 那这fail to的意思表示做不到 fail原本这个字的意思呢 中文呢 我们把它翻成失败 你做这件事情失败了 表示你做不到 你没有这个能力去做这件事 好那我们通常失败 做这件事情 我们做不到 什么事情呢 看这个动作 看什么东西呢 看到那个value 我们通常没有办法看到这个value value的意思 叫做价值 好这边呢 用一个片语 of what we have 注意哦 这个是一个介细词片语 那这what 它其实就是一个复合的关系代名词 等于我们蛮常见的三个字 the thing which 就是我们所拥有的东西的价值 好所以呢 我们如果呢 正确的来看的话 the value 这边是一个副词 是一个受词 它这边后面有个介细词片语 用来修饰前面的价值 什么的价值呢 我们所拥有的东西的价值 我们通常都看不到 因为fail指的是失败 看这件事情失败了 表示看不到 而 好 while在这边呢 特别要注意到它的翻译哦 我们中文翻成而 at the same time 在此同时 我们英文就念成 at the same time 中文我们翻成同时 好 在此同时呢 we admire 我们会去倾献 我们会去羡慕 羡慕什么呢 what others have 其他的人所拥有的东西 好那这边呢 others呢 一定要特别给大家注意一下 这边others就等于other people的意思 你把people省略掉 用一个s来代替它 好所以呢 在这个同时呢 我们却会去羡慕 会去敬佩 别人所拥有的东西 好那么接下来看 我们把admire这个字 后面的e去掉 加上ation 就变成它的名词 来分音节 第一个 admiration 主要就是四个音节 中音节落在sh 前面这个音节 所以这个字我们念成 admiration admiration 那admiration呢 它是一个不可数的名词 我们中文翻成赞赏 我们看地去 Ms. Kuo's warmth and kindness has won her the admiration of others Ms. Kuo Kuo指的是郭的意思 她说呢 郭女士的warmth 这warmth原本是温暖的 这边我们翻成亲切 仁慈就是kindness 这个字就从kind 仁慈的 后面加上ness 就变成它的名词 has won her 已经为她赢得了什么东西 好那么说win 后面加抹人 再加上一个物 表示为什么什么人 赢得什么的意思 为什么人赢得了什么东西 那我们知道这个win这个字 它其实是一个动词 它的意思中文叫做赢得 那特别要注意到 它的动词三台是win w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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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属于不规则变化 所以呢 它的亲切与仁慈呢 已经为她赢得了 has won her the admiration 为她赢得了什么东西呢 那个赞赏 什么的赞赏呢 来自别人的赞赏 那这边有没有看到 of others 这个others 其实就是other people的意思 好所以这个字呢 我们念成admire 动词欣赏敬佩赞赏 admiration 名词赞赏 你知道吗 对不起